有同学单独把这一集压缩成一盘光铁 广泛流传 这不是一桩好丝 这是不应该做的 要流传呢 前后都要流传到 因为前后都听到了 这问题全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说语断章取义 只听这一段前后都不知道 所以会产生一些误解 你把通通都听完了 问题就解决了 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了 认为2012的12月是22 这个灾难一定21 12月21日 不是22日 21日灾难 一定会发生 我没有这么说过 我从来不敢说一定 我只说呢 我看到很多信息 有可能 但是信息里面是决定 我不以为然 为什么 佛跟我们说了 佛说法没有定法 为什么没有定法 世界上任何一桩事情 都没有一定的 它天天都在变化 人应运 也是如此 你们看辽凡视讯 就晓得 原辽凡先生 受五岁 被孔先生算定命 算得很准确 算六年 算到他一生 五十三岁 他受众正前 从此之后 辽凡先生 在前面二十年 几乎每年 所算得非常正确 所以他的心就死了 没有念头了 我有念头 没用处 命运决定的 命运从哪里来呢 从前世修 实际上 每一天 在命运都有加减成处 那其心动念 那其个善念就加分 其个卧念就减一分 大卧就除了 大善就成了 都天天有加减成处 你怎么能说它是一定的 佛都不能说一定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 尤其现在量子力学 这个发现的 这个宇宙一些奥秘 给我们做的报告 我们看了之后 跟佛经上讲的 完全相同 完全相同 里面一个总的原则 就是没有定法 佛说的 一切法从心相伸 现在量子科学家证明 那个心一想 前一秒跟后一秒都不一样 你怎么能够说一定 有此可能 这已经说得很严重了 天天都有变化 那灾难从哪里的灾难 灾难从不善的念度 是造成的 那我们一念回善 那我们一念回善 灾难就化解了 就前年 有几位科学家 在悉尼开会 两天的会议 我们学院派了八个同学 就参加 定红化学家 参加了这个会议 听取他们的报告 头一天 报告量子力学家 最近所发现的 这一些陈秋 做报告 第二天 整天就讨论2020年问题 到最后是由美国 布莱登博士 他做总结 总结的时候告诉我们 2012不是末日 这个12月21日不是末日 希望地球上的居民 在这个时候 能够救决心 大家都能做到 气窝扬善 盖邪归正 端正以心念 这个灾难 就会没有了 就能化解了 离是根据量子力学 所得到的这个道理 道理就是 一切法跟佛说的 一切法从现象成 它是从意念的 我们一个悦念 起来是灾难的现象 一个下念的时候 这灾难就没有了 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 所以不可以说一定能发生 说一定发生什么程度都不可以说 每一天都在加监陈处 如果我们这个悦念 超过了 那可能这个灾难提前发生 不是在这一天 可能提前半年 提前几个月 如果我们这三年多 压住这些悦念的时候 那这个灾难延后了 可能延后几年 延后十几年 它会延后 所以它不一定的 完全我们的悦念没有了 灾难起来了 都在哪里没有了 完全化解了 所以 面丽的秘密 这被最近科学家发现的 这是 是非常有道理的 佛在三千年所说的 现在 最近三十年 被科学家发现 跟佛所讲的完全相同 我们过去 没有看到科学报告 对于佛所说的 信佛吗 佛不妄语吗 佛所讲的我们相信 但是 这个理想不通啊 总是有疑惑 百分九十九 相信佛 还有一分疑惑 那还是疑惑 当我们看到科学报告 这个意义才断掉 我们才完全相信 没有丝毫意乎了 去念头 主宰了一切 这个道理 我们 不能不知道 那么 至于说 全人放下世界的一切 念佛 求往生 于是 有些人 辞去工作 放下家庭 或集中 在一处 或在山上 或单独的屋子里 或某种场合 大家集合在一起 不吃 不吃 不睡 要学盈阔法师 念佛往生 并说 这是老法师 教给我们 避免 2012灾难的 好方法 给社会和国家 造成很坏的影响 弟子心中有疑惑 请老法子解释 这就是断章取义 所产生的 把我前后所讲的几集 这个大概有六七集 你看了之后 问题全解决了 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开经济上说 遍解如来真实义 我讲的意思 你们没了解 你们错了 那是你们自己的意思 不是我的意思 如果 学佛 要是真正为自己 自私自利 释迦牟尼佛 又何必四十九年 讲经教学那么辛苦呢 他为什么不去 入大半裂盘 为什么不到极乐世界去呢 找这个苦头来吃 有什么意思呢 佛家所说的 慈悲和哉 学佛 我倒是成熟 学佛首先 最大的一个好处 就是什么 知道 生命是永恒的 我是不死的 死 身体有生灭 我们有生灭 中国人也一般人讲过 灵魂生活 外国人也承认 佛法里面讲 神事 这是真正过 我要是有生死的话 还投什么胎呢 还有什么来世 前生呢 没有了 所以问题 就在此地 真正从佛法讲 佛法不叫灵魂 叫灵性 其实 灵魂那个魂并不灵 如果要灵 他选择极乐世界去了 后必高留到灵魂 不灵啊 所以魂是迷魂 确定不是灵魂 孔子说得好 孔子在异系词里面讲的 游魂未变 这个讲得好 因为魂确实 它的变化太大 速度太大 说游魂是说得非常正确 可见到孔子对这个 不是不知道 他讲游魂为变 就是讲六道轮回 讲精气为无 那就是讲的说 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的关系 我们今天从量子力学的时候 这个知识来解释这两句话的时候 就很容易明了 物质现象确实是精神变形出来的 就精气为无 就精气为无 游魂为变 是发现一真状言 这个正报就是游魂为变 根据什么变呢 根据自己念头 自己念头 在出生的时候 中国圣人说得很好 本心本善 佛说得好 一切众生本来是福 圣家说本来是福 中国祖宗说本性本善是一个意思 本善不是善悟的善 本善那个善是赞叹 他太圆满了 那由于丝毫的欠缺 释迦牟尼佛在华言经上 说了一句话说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那这就是本善 有圆满的智慧 有圆满的德行 有圆满的向好 向好是属于福保 所以福保智慧都是圆满的 这是本善 你一定要自信 我们的智慧德相就歪去了 扭去了 有没有起作用 有 什么作用呢 我们现前环境就是作用 不过这个作用你有趣了 那佛的教育叫什么 没有别的 教导我们如何回归自信 中国传统的教育叫什么 叫我们回归本信 回归本信就成为圣人 回归还没有到家 那是仙人 正在回归的途中 那叫君子 在佛发现 一如是 回归圆满到家就成为佛陀 回归不到家成为菩萨 正在走这条路的时候 这阿罗汉 同样一个道理 这圣学圣人的学问 真正做到圆满究竟彻底 所以佛发在世间 不立世间就 这句话重要 那么换句话 立了世间你就不就 你不立世间你才能就 你怎么能说是 把家庭工作辞掉 家庭放下 这是不负责任的 这个是学佛一职半截 道听徒书 不可以这样做法的 出家可以成佛 是的 释迦牟尼佛 表演给我们看 出家成佛 在家也溃成佛了 释迦在世的时候 外面人不知道 学佛的人知道 念尊佛同时出世 还有一个释迦佛 唯摩奇俱斯 释迦佛 不学佛的人不知道 唯摩奇俱斯说法 你终于去看唯摩奇经就知道了 说明说佛法是私道 私道老私地道 他这样是老私的身份 你要跟他学 那你就得尊私中道 出家人 出家人跟在家人学 在家人是老私 我三个老私 我三个老私 其中 李宾南老居士 就是在家 居士 我出家跟他学 对他也是要例外 不能说是他是在家 我是出家了 比他高一等 那就完了 这是必须要懂得的 不能不懂 在家修佛 你就是要用在家的方式 出家修佛 你真正是出家了 你把你的家庭安置好了 出家最重要的 父母同意 如果你还有妻子儿女 你妻子儿女都要同意 不同意 你不能出家 这戒律上都有规定的 你不能不负责任 学了佛了 学佛就是学做一个好榜样 你个人 在社会里头 是个个人的好榜样 人中的好样子 你在家庭 你的家庭 是所有一切世界家庭的好榜样 你从事一个行业 无论在哪一行 你在这一行都是最好的榜样 母贩 那么释迦牟尼佛 他这个行业是教育 是教学 在教育里面 他确实做到最好的 好老师 老师的好榜样 教学从来没缺口 四十九年如一日 教学的态度跟孔子一样 不分国籍 不分种族 不分宗教信仰 来者不拒 去者不留 而且都是义务教育 没有教学费 你学习 你学习时间长短 随你 所以愿意 终生追随 释迦牟尼佛的 在经条上记载 一千二百五十五个人 那叫常随重 不是终生追随 亲近佛陀 几天 几十天 两三年 很多很多 那都不记载了 过世过样人 都跟他学习 没有一个不是皆大欢喜的 发习充满 这是一定要知道 说不吃不喝 释迦牟尼佛每天出去脱布 他还要吃 他要喝 他还要休息 印度古时候 分昼夜 分做六时 周三时 夜三时 晚上休息的时间 是中夜 中夜就是现在 晚上十点钟 到年安点钟 这四个小时 他们休息的时间 生活非常有规律 在家修佛也不例外 所以 这个寅寅法师 寅寅法师 学不到 为什么 你有没有他那种真诚心 你有没有他那个恭敬心 他三天快把佛念来 你三十天都念不来 不相信你试试看 真诚 真诚到基础 他也是有个逆增上缘 帮助了他 为什么呢 他造作很多罪业 这些罪业都是 无间地狱的罪业 他怕多地狱 所以逼着他 不能不真诚 那都要万分真诚 万分真诚 他罪就散掉了 我们今天 还有这么多妄想 咋念在这里 你怎么可能把佛念的念来 你不可能吗 如果真的真诚呢 你就不会写这东西 一个妄想都没有了 你还写这么多东西来问我 可见得你不行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他说 老法师在《可诸九十四集》中开始说 你们不信 我信 你们不干 我干 你提到的信 是什么 干 有什么 所以前后 你没看就不知道啊 这里最简单的一个 就是英国 英国里面才有 吉凶 和福 有善悦 这个东西 不需要别人 提醒我们 自己很清楚啊 中国 易经 您所说的 吉善之家 必有欲亲 吉不善之家 必有欲养 你要真正 要真正懂得这两句话 你会爱国家 会爱这个民族 为什么 千万年来 千万年来 老祖宗 吉善 吉得了 今天在这个整个地球上 灾难不是中国人说的 是外国人说的 你看看 我们这灾难形成了 从媒体来的 媒体里头 全是外国人 2012月21号 这个信息 是中美洲 古老的 玛雅语言 从那来的 全世界人都知道啊 今年到这一年 大家看到地球上灾变这么多 社会这么动乱 人慌了 多少人也要找 哪个地方安全 到哪里去 没有安全地方 最安全的 你心地善良 最安全 没有问题 在最安全的地方 那么如果想祖宗之德呢 那在全世界 我们中国祖宗 真的是 神善既得 以伦理 道德 因果 来教化众生 那么中国人 把老祖宗宗 把老祖宗东西 丢掉了 不要了 充其量 不过年 一万几千年 这年百年不算长啊 这年百年的人 对不起老祖宗 这个开端的 很多人都知道 慈禧太后 开的端 所以我们就常常想 慈禧太后 大概文化水平不高 刚疲自用 清朝从开过 对佛就很震惊 佛门因为大德 都封为过世 自称为弟子 常常向这些老师请教 只有慈禧太后 把这个废除了 不再请如是道的 专家学者到宫廷里面 去讲学了 这慈禧太后废除的 遇到困难怎么办呢 慈禧太后迷信 嫁妓妇乱 问过去 这要忘国的 这段事情 是早年 张家大师告诉我 所以我才了解到 满清王国 听于神才忘掉 他要听听这些有智慧的 是高僧大德 指导他的话 不会有这个后果 慈禧自称老佛爷 你看他这些祖宗 对佛都称弟子 他变成老佛爷 把佛菩萨都摆在佛菩萨之上 这个做法影响就太大了 上行下效 从政府官员到民间 对于传统文化 对于佛法 就降温了 信心慢慢就舍退了 随到满清王国 民国成立之后 中国社会是动乱的 一直都没有稳定过 真正有个表面上稳定的时候 那还是人民共和国建国这么多年 在这之前都是战乱 所以传统文化没人讲了 没人学了 于是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陌生 对佛法一有无所知 我们年轻也是一样 不相信宗教 尤其是佛教 因为看到佛教 寺庙里面供的神那么多 这就是宗教里的所谓的 泛神教 多神教 泛神教 多神教 在宗教里面属于第一级宗教 高级宗教 只有一个真神 这造成我们严重错误的观念 一直影响我们 对宗教没有好感 对寺庙的时候不愿意进去 我学佛 给诸位同学做个好多次报告 我是跟方东梅教授学哲学 成蒙特老人家 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 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 当时我感到非常压抑 佛师宗教 是第一级宗教 他怎么会有这学 方老师告诉我 你年轻 你不懂 释述 释迦摩尼 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 我们从来没听过 没听人讲过 佛经哲学 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这都他的原话 又告诉我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从 这个单元扩程里面 我明白了 把我过去那些错误的看法 完全纠正过来 老师告诉我 今天佛经哲学不在寺庙 我说在哪里 在经典 他说过去 那些出家人 都是有学问 有德行 真真是大德 现在这出家人 他们不学不学了 他们经典只供在了你 他们就不去翻译 不去看了 他说你要学的话 要从今天去渗入 这个话 对我起很大的作用 他要不是把这个话 输在信 我到寺庙去 找这出家人 一谈谈的时候 我就会对老师 信心失掉了 所以我就向老师请教 我说老师 这佛经这学 你从哪里学来 他告诉我 抗战期间 他在中央大学教授 有一个时期生病 朋友们介绍他 到峨眉山养病 峨眉山非常清静 住在寺庙里头 养病 寺庙里头 报纸杂志 什么都没有 那时候设备很差 连电灯都没有 都只有经书 闲着无私 拿经书来消遣 看看这是什么 越看越有味道 就看上影了 是这么来的 我跟他老人家 二十多年 我看他书折上的暗头 都摆着有佛经 没有一天 他不看佛经 我才相信他了 他要把这个介绍给我 我看不到他 天天在看佛经 我对他没有信心 他真看 天天看 而且晚年 在学校开的过程 全是佛经 大单元 在台湾大学讲 未经复学 隋唐佛学 大成佛学 开大单元的课程 从台大退休之后 辅仁大学 请他去了 他在辅仁波斯 晚开华言哲学 晚年二十多年 通通讲佛经哲学 这能不相信吗 最后他皈依了 他的皈依是 广庆老和尚 那他自己的时候 已经有病 是1977年 我到香港来讲经 那次我来的时候 讲了四个月 来之前我就看他 他就告诉我 这个身体精神 比过去差 过去工作 不知道累 他现在有点感觉 这个人非常乐观 对生死看得很淡薄 我香港讲四个月 讲满四个月 在圆满前三天 他走了 他也把打电话告诉我 方老师故事 所以我这个经意讲完 赶紧赶回台湾 参加他的告别式 追悼会 帮助他盖棺 那一年 他79岁 很可惜 他如果多何十年 对台湾的佛教影响 就会很大 他真是归归 广青老和尚 成为佛恩的 在家弟子 非常可惜 这个走得早了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学佛今年61年 奖金教学54年 我出家 张家大师替我 选择的 而且告诉我 学释迦牟尼佛 这句话非常重要 决定了我这一生 我知道 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 所以我从出家那一天起 就开始教学 寺院里面 这金蚕法寺的 我没做过 出家 我在佛修院教授 台湾是普世 三藏学院 有时候 也因外面的邀请 都在台湾本岛 过地方奖金 那个时候奖金 时间短的一个星期 十天半个月 最长不超过一个月 自己一生 没到场 李老师叫我 一生不求人 怎么样困难 不要去求人 一个人生活 亲信 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 夜深没有道场 夜深没有信徒 我没有出家的弟子 这些出家年轻人 跟我学习 我们是私生关系 学生的关系 澳洲这个道场 是以前韩广长往生之后 一部分 这个年轻出家人 没有地方去住 没有地方去 我在澳洲 经河道场 给他们建的 我在那里挂个名 做院长 便宜他们办事 我跟澳洲联邦政府 州政府 这官方关系都非常好 用我这个名义办事方便 现在我也把那边 交换给他们了 年岁大了 待了十年了 够了 彼此都输了 十年当中 不但政府关系好 跟地方人民关系非常好 所以他们在那边休息 只要好好用功 将来我想都会有成就 我自己的年岁这么大 只有奖金一桩事情 别的事情我没有 我每天还是读金四个小时 奖金四个小时 不是特别的事情 我这个金是不会停的 这个都是 许悦释迦牟尼佛了 他老人家 跟我们做的好榜样 所以我们所干的 就是 多金 跟大家分享 多金 祖师大德教导我们 随闻如关 要把我们从经典上 说多的 说理解到底 变成自己的思想 变成自己的生活 就真有所用啊 如果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 使释迦牟尼佛别人的东西 与我什么有什么相干呢 我要把他东西变成我自己的 就何修何用 真正得到享受 这就对了 佛在经上 告诉我们 一个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佛说 一切发 从心向神 那么换句话说 事出世间一切事 都是自己心向所生的 心向可以主宰 一切变化 从心向神对吧 所以佛又说 智行一处 无私不办了 这些话 被现代量子理学家证明了 你要问我 信 信什么 问我干什么 我学佛 四十年 给诸说 才相信净土 净土真叫难心之法了 前面讲经 我讲经是五十四年了 前面三十年 我都不信净土 我劝人家先净土 我自己不修净土 那什么 是华言了 讲华言经 讲法华 讲楞言 讲薄弱 讲这些大经 慢慢地认识了净土 才真正知道 这一句阿弥陀佛 代表是什么意思 这个名号 完全是凡语 音译过来 翻成中国字 可以翻 但是为什么不翻呢 一个它含多意义 它含意识太丰富了 我们中国这四 翻成四个字 没法子包含 第二个意思 尊重 有这两个意义在里头 要翻 阿翻作无 弥陀翻作量 佛翻作九 这什么意思 外国宗教 称赞神的 全知全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阿弥陀佛就这个意思 那是谁呢 那是你自己 这个跟宗教就不一样了 宗教全是 全知全能 是 是神 佛教全知全能 是你自己 就是你的本性 中国人家 就是你的本性 是你自己 你现在迷了 你要觉悟了 那就是这样 一点都不错 我是讲华严谨 讲到一半 有一天突然 心事来吵 细心去查查 文书普玄 学什么法门 文书得意的门僧 善才同志 他学什么法门 就会到后头夜场 全修的是念佛法门 求生建土的 我那时候这吓一跳 这怎么会事情 深入金藏之后 就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兴出 促进大义 所以从此之后 国度已经非常细心 进度是很慢的 但是非常有受用 天天都有误处 证明古人所说的 都属千变 其一字节 要细度生死 佛法里面不讲深思 深思是用第六意识 不用第六意识 用直觉 懂 他就懂了 就明白了 不懂 不要去理他 一遍一遍念 念个几十遍之后 忽然懂得了 已经懂得了 念了几百遍 又有新意识出来了 这个经历就是 意识 其微无穷 那层次 一个层次 比一个层次深 你自己能够 欺辱 欺辱的秘语 就是放下 心地清净 清净心 一尘不燃 你才能够 顺服 为什么 佛讲经是 清净心讲出来的 你不用清净心 体会不到 佛讲是用 平等心讲出来的 我们心不平的时候 你不懂他的话 所以一定要用 清净 平等 绝对心 你才真正能够体会到 佛菩萨讲的什么 中国老祖宗的神人 讲的什么 我心目当中 中国老祖宗的神人 跟佛菩萨完全平等 我曾经问过 李老师 我说 姚舜与唐 孔子老子 是不是佛 化身到中国来的 李老师听了 哈哈大笑 他说 礼上讲得通 四上为平序 确实 礼上是讲得通 四上是 他们有说出他的 说出来 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要肯定 古代这些人的时候 真有智慧 为什么 凭什么 凭他心地清净 他没有烦恼 他万年放下 他没有忧虑 他没有压力 这种人 生智慧 我们今天的人 不行啊 烦恼太多 妄念太多 压力太重啊 所以 只生烦恼 不生智慧 怎么能跟人比呢 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那认识佛罗 肯定 西方极乐世界真有 为什么 我心下神 跟我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我自信所变现 真是所谓 唯心净土 自信于土 是一不是二 那怎么能 不往生 往生净土是肯定的 问题就在你想不想去 这是自己的老家了 不是别的地方啊 一丝好障碍 都没有啊 所以 我们肯定 佛 臣服 第一身 那么佛的行 怎么念 我以六十年的经营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圆满了 但是你可以念 你一定要了解 阿弥陀佛什么意思 你才能相应 古代的说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一念佛 不相应不行啊 那要相应 解释名号的 就是四十八元 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解释四十八月 就是这本无量寿经 解释这部无量寿经的 就是大方光复华严经 解释华严经的 就是流传到中国来 这部大藏经 大藏全部大藏经 解释华严 华严是解释无量寿的 无量寿是解释四十八月 四十八月是解释阿弥陀佛名号 你就知道这一句名号是代表整个佛法 里面的毅力 深广无尽 深广无尽无量无边际 那我们讲修善记得 这一句名号是大善大得 无止尽的善得 念这一句什么都念到了 那么你就晓得 念这一句不管你懂不懂 懂念的有十分效果 不懂的有一两分效果 也不得了啊 也很难得了 不懂就真诚心去念 不怀疑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这是什么 想一下那些没有文化的 阿公阿婆 那些人了不起啊 我的老师里边呢 就是跟我讲过很多次啊 他就想学这些欲啊 学一辈子都学不像啊 那他欲在哪里呢 他欲在没有念头 你一教他 他就相信 他一辈子他不改变 所以他的成就往往不可思议 哪一天走 他自己晓得 甚至于三个月之前就知道 快快乐乐 一点忧虑都没有 亲戚朋友去走一走看一看 最后告别一下 他自己也不说 人家不知道 到走了之后 大家恍然大悟 他来告别 真自在啊 走的时候不生病啊 没有病苦啊 所以说你不信 我今天相信啊 我三十年前不相信 现在死心塌地 他说告明白了吗 没有搞明白 有怀疑 搞明白了 怀疑就没有了 你们不念佛 我念佛了 我真敢啊 第三个 说不吃 不喝 不睡 你一直念佛 你一直念佛下去 到底能不能往生 怕多地狱 去受那些苦难 你那个勇猛心发出来了 就是求阿弥陀佛来救你 没有时间吃饭 没有时间喝水 没有时间睡觉 那些 我相信 我相信 银河法师 不是特利 人人窥知的 但是我们一般人不需要 我们一般人接受地狱老和尚教会的方法最好 地狱教人念佛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一直念下去 念累了 就休息 想吃 就吃一点 不要吃多 吃多了怎么样 多了昏沉 不吃了 不吃鲜花 都不是正常现象 所以真正用功的人 保持人 不羁不饱 这是最好的 你的精神永远能提得起来 最中文里餐馋的人是 主张少吃多餐 是在欧的时候 吃一点点心 他一天不止三餐 他少吃多餐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没有好的体力 没有好的精神 你学东西困难了 如其身的打瞌睡 不如去睡觉去吧 坐着打瞌睡都难过 躺着睡都舒服 这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们的 何苦呢 还有人学不到的 其实他难得是做产的 把瞌睡 你看他坐在那睡觉 睡着的时候 低着头 看样子好难过 这活物为什么不躺在床上睡觉 扫这个种罪 那真正一宿产地的人不是 他坐在那身体比值得 他不会扫蜿蜂蜂蜂蜂蜂蜜 必值得 那是真正有定功 你一坐 坐十几天 坐半个月 坐一个月 那是真正在入定的状态 绝不是这大科学 黄年老跟 徐云老洪人学长 供各老人学密的 他告诉我 现在茶没有了 不但茶没有开悟的 连得定的都没有 徐老和尚没开悟得定 所以你去了多难啊 没有开悟得定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还不如一刻 那个往生的 夏夏平往生的人比不上 为什么 生到极乐世界 二位约志不上 你要修到二位约志 一般讲的时候 要大二三七七 要这么长的事情 不是容易死 所以我们要老实 老实认识自己的身份 知道自己的更新 做不到的 不要勉强去做 勉强的不能成就 佛的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我可以换个法门 换个什么 我的这个根线 我现前生活状况 很容易修 不妨碍的 那成就就很容易吧 何必自己找自己麻烦呢 所以这个 这种事情 念佛 地先老活生的方法 好 如果真的 工作非常繁忙 忙中偷写 来休息 那就是我在新加坡 提倡的十年法 有效 符合 尽忠所讲的原则 我这个十年法 是一天九次 一次呢 大概就一两分钟 就是念十句佛号 念十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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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十句佛号里面 没有怀疑 没有假装 这叫禁念 十句容易 多的时候 忘念就起来了 十句不容易 忘念加不进来 早晨起来的时候 念十句 早起洗过脸之后 有佛像 面对佛像 没有佛像 面对西方 一两分钟 什么事都不放开 晚上睡觉之前 洗完脸的时候 也念十句 早晚念词 三餐饭 吃饭之前 人家念供养粥 我念阿弥陀佛 念十句阿弥陀佛 你看 三次就五次了 另外四次上下班 上午上班 工作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先获掌念十句佛号 再处理事情 下班也是如此 下班之后收拾干净的 念十句佛号 再离开岗位 上午两次 下午两次 一天九次 一直一生这样下去 一天不中断 肯定有效 这个是容易啊 干什么行业的时候 都没有问题啊 早年我在美国提唱 在南洋提唱 很多人写信给我 打电话给我 很有效果 非常感谢 这个一天九次 是提醒你的时候 你常常心里都都有 这一点很重要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真正骑入境界了 阿弥陀佛即起作用 起什么作用呢 我眼睛看到 所有的人都是阿弥陀佛 我耳朵所听的一切声音 全是阿弥陀佛 六根结束的六成境界 统统是阿弥陀佛 那你往上就绝对 不是同居图 不是这个方便图 你到极乐世界 神是宝图了 为什么 我们跟阿弥陀佛 身心交融成一体 这还得了吗 做得到啊 不是做不到啊 这自己事情不是求人的 所以我们不主张 不吃不喝不睡 我们不主张 阿弥陀佛 我们觉得现在这个环境 地先老后上的 这个教法非常奇迹 那么我们提倡这个深念法 也非常奇迹 下面第四个问题 如果2012灾难 第四是真实的 那么落实地自规 与传统文化肯定来不及了 根也没查好 念佛功夫又没有成篇 就凭真心切愿求生 能往生吗 能 谁说的呢 欧业大师在药节里都说的 应光大师在文朝里都给他做了证明 我们要相信 有理论一句 为什么 因为你本来是佛 禁宗法门最高理论指导原则 是在观无量手机 关键的内容是讲理论跟方法 方法是十六观 理论就是 是行是佛 是先做佛 换一句话说 佛承认你本来是佛 你现在想做佛 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所以弥陀经上 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 扩住 我们现在正学的是第六 四十八运 四十八运还没学完 但是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这四运学完了 就讲这个问题 我们大概用了十几个小时 说明这种事情 造 五女 是我的罪 五女是杀父母 杀老死 包括破火和神 毁忘佛法 第十八运学 第十八运讲了 十年毕神 但除 五六种 五五肉 五女是杀父母 压利 三十四六 和神 五女是杀父母 你一看善导师那尽忠道场 里面说的善导杂士的像 比佛像还大 日本人尊重老师 所以佛的大殿很大 佛像很小 这个祖师的大殿 没有佛大殿那么大 但是祖师的像比佛大 他们对老师非常尊重 善导大色书 释迦牟尼佛说话的意思 无你失我 毁谤佛法不能往生 那是因为这个罪是极重的罪 劝你别走 意思在这里 不是真不能往生 造这种重罪的人 只要他承认他错了 他忏悔了 还是会往生 那往生什么品位呢 那还是预言不同 通通是活活泼泼的 不是死在半点 中国人常讲 浪子回头金不还 这个无我人 无我不作的 一旦回头他是他好人 他永远不会走过死 他不会有坏念头 这人还得了吗 佛讲理 正回头 行 没问题 就怕什么 就怕你不肯回头 还有一些人 好面子 要让说出自己的过失了 这个不好意思 大全广众的 之下的 不好意思说 这就是爱面子 不肯回头 这个不行 这是假的 这不是真的 正回头了 真忏悔了 没有一个不往生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 这个 这个 歧视 这些造作罪业的人 为什么呢 他一回头 忏悔 可能 评位比我们高很多 我们到极乐世界 跟他差远了 这个 一定要谨慎 对一切人 都看成佛 看成菩萨 造作罪卧 也不敢侵蚀 关键是他最后的一例 最后一念是真忏悔 最后一念是真念佛 那往生品味都不可思议 极乐世界 全体都不可思议 样样都不可思议 我们的认识 这个世界 底下一个问题 如果老法子讲 2012灾难是幻法 只是借四来说 无偿的福利 那老法子为什么 总是不断提出灾难问题 来宣讲这个道理 从1994年 就开始讲这些灾难 不用灾难 也一样可以开始 这是佛法的苦空 无谋 无常的道理 为什么反复 急灾难问题 很多人听了之后 都产生 岌岌可为的恐惧质感 在恐惧的心态中 念佛 求往生 能往生吗 这问得很好 问得没错 可是什么呢 可是一定要把 他不常听经 偶尔听到这一段 你也把 常常听经的人 回这问题 为什么 他理解 这些年来 不是我常常在 讲灾难的 我从学府 前十年 偶尔还看看电视 看看新闻 往后啊 我跟媒体完全断掉了 我有五十多年 不看电视 不看报纸 不看杂志 这个媒体 我都不接触 那又说呢 我不想浪费时间 在那上面 我那个时间 拿了多近 来来看看 圣仙的教会 所以这些在那 都是好心同修 他们从媒体里 揭露出来的 一直到现在 每一个月 他们会给我一份 这一个月 灾难 标题 没有文字 列个标节 重大这些灾难的时候 列个标给我看 所以我知道 那么 这些媒体 传播面积很广啊 时间很长啊 这个寂寂可为恐惧之感 是吧 是普遍的存在啊 那我们讲 今天说 是要怎样 把这个问题划解 即使灾难 陷阱 我们也不恐惧 我们也没有任何委屈 一平常心看待 这个很重要 不惊不布 永远保持静定 冷静 你才有智慧 智慧才能化解问题 你一乱了 麻烦就来了 比如人的癌症 癌症跟伤风感冒 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两样啊 小四一桩啊 但癌症死的人 很多都是被吓死的 主要懂这个道理 如果他得这个病 医生跟他宣布了 你存活期间 只有一两个月了 他听了什么 听了不在乎 再不去想病了 也不想去治病了 老师念佛 求生见徒 念了几个月没事 再去检查 并没有了 什么原因呢 念头转变了 这就是疑心恐恶 你不能想他了 你想他的时候 越想越麻烦 你不想他了 你也不想他的存在 也不想他的好 也不想坏 全部不要想 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看不跟念头一转 转到阿弥陀佛了 阿弥陀佛是最好的念头 最坏念头忘掉了 根本不理他了 很快 这个带病毒的细胞 就恢复正常 用疑念 这有道理 有理论做依据 有很多案例 给我们做证明 它不是假的 所以念头住在一起 你要是真正 把这个搞通搞明白了 你能够保持青春常住 我在这个国际上 遇到人太多 有些参与国际会议 余会的人 碰到我 头一句话问我 你怎么样保养身体 你为什么不老 为什么不生病 我说我没想到老 我也没想到病 我根本不想病 为什么呢 我没有医药费 我病就往生了 我也不要住医院 我的医药费布施掉了 这个好啊 医药费布施掉了 就不会生病啊 你们要买医药保险 准备医药的时候 肯定生病 要不然那笔钱怎么花呢 身体健康的时候就想到病了 就饱瘦些 还没有老就想到老了 他能不帅老吗 一切发送心想生 就不懂这个道理 搞错了 我们什么都没有 念头都没有 每天念头就是 读经讲经 就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与 老病不相干 所以问题 看你起先动念是什么 后面就什么结果发生 我们没有病的念头 没有老的念头 跟这些东西绝远了 我们天天在等 阿弥陀佛来接我 什么时候去 我不知道他知道 他来接我我就走了 我们留在这个世界 是天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工作的 往后我还活多少年 我也不知道 我就一桩事情了 做好榜样嘛 一门深入 尝试迅修 以前讲的经论很多 全部不讲了 我也不看了 我每天读的就这一部 扩住 扩住 大惩扩住 给大家分享的 也就这一部 其他的不再看了 给大家做个好样子 我们一年 我们一年讲一遍 标准的时间 一千年半个小时 可能超过一些 超过不会太多 一年一步 如果再能住 十年的话 我就讲师父 很圆满 劝导大家 末发往后 这个 九千年 这一步 决定都我们 是净土 成佛道 一点都不讲了 搞太多 太杂了 没有那么多时间 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而且 门门都要 断烦恼 消业障 那个太难太难了 这个法门 不要断烦恼 都要消业障 断烦恼 消业障 就在这一句名号当中 解决了 这个太不可思议 所以 佛 前面我说过 没有定法可恕 总是 随众身心 因素质量 随心 因素质量 那么受灾难的 不是我 而是各方面的报道 我们应该有应付的方法 要听 全部的经文 不要断章 去 我们讲了这段思绪 要没有正确的方法来对应对 那就是我讲了夏夫人 我们有正确的方法应对 灾难可以化解 一个念头转过来就化解